当时就瘫在那的 曹蕾就哭了嘛 但是最后还是说 我得拿金牌 为了这个祭奠我的这个母亲 而且我再给你看看照片 很多的故事 你再看这个照片 这个 哎呦 这是奥运五大美女之一 是漂亮 漂亮 阿富汗的 阿富汗的这个短跑这个选手 这姑娘啊 是一个银行的职员 你知道吗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这姑娘跑了最后一名嘛 但是全场 你再看下一张 全场给她经久不息的这个 她就是阿富汗的刘长春嘛 对 对不对 不是 阿富汗的女刘长春失踪了 你知道她们是什么情况下 上届她也参加过奥运会 但是比她跑得更快的是另一个人 好像叫什么阿德比亚 那女的呀 还曾经收到塔利班的这个死亡威胁 因为她是不准女性参加运动 然后后来多方统筹 就说上马来西亚 上意大利去训练吧 就在训练途中 这个人失踪了 所以这个女孩啊 两个星期前 临时接到阿富汗奥委会 通知说你去参加奥运会 她阿富汗 你知道她 她就在她家附近的路上训练了俩礼拜 你知道就来了 对 没跑道是吧 对 因为 她就到了鸟巢 她就说 四年没见过塑胶跑道了 没在塑胶跑道上跑 就那个阿富汗还有个 就那天田径的出赛的那天嘛 就也有个阿富汗的一个运动员 那个是男的嘛 来了之后呢 她也是跑最后 跑最后那天那些记者上去 问她什么感想 她那个 她有点犯傻了 她就一站都说 这跑道真好 有一条跑道就好了 有一条跑道就好了 他们都是在水里面 对 她说她一辈子 没在跑道上跑过步 你说巴勒斯坦 这次四个运动员来 好家伙 那个有一个17岁的运动员 到了这个鸟巢啊 说这是海吧 到了 不是到了水里方 到了水里方 说这是海吧 你知道她所在的那个城市啊 她只能在一个很小的 50米什么小游泳池 13米 13米 那还有一个女的游泳运动员 说在伯利恒 只有一个游泳池 她只是利用每天 给妇女开放一个小时 她去那训练 然后呢训练的时候 跑道只有 不是不是跑道了一次 在涌道 只有12米 你想她说就跟洗个淋浴一样 这历史是反讽 第一次奥运会 在希腊那次游泳比赛 就在海里举行的 还真是 第二次巴黎 塞纳河里游 所以你知道有学者撰文 就提出一个概念 奥运精神里边包括什么呢 叫失败美学 她认为在这么多年的奥运历史上 正是无数的失败者 和成功者一起 共同铸就了奥运辉煌的叫 生命共同体 你看这马拉松 到水跑到最后 是很多人关注的 所以我们把这首歌 献给那些动人的人 动人的时刻 那我们下载的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